天剑很快便要向阿修罗开战 这一战必然参加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都是天神要将我们赶尽杀全 他们眼中只有毁灭与头策 事实结束这一切 我却引发到老八阿修罗之战 与其一切代价肃清这帮异类 把什么都是 与其杀光天神 来了 这终于开始了 瞎说什么呢 王 是我看错了吗 没有 我 诺 元王行事神秘诡异 随便靠近可能会有危险 这气息 我可aré 王行事神秘诡异 朕是有余 你来了 退下吧 放心 主人对宾客下毒手 可不是光彩的事 况且没那个必要 我这次来 吃饭就该聊些下饭的事 不然饭菜 可就不好吃了 辽济和静一他们 还好吗 王已认识他们 没错 我就是跟他们一起乘坐飞船来到凡间的老朋友 王 是九十九鬼 我们阿修罗本是天宫的斗神 天神好战 因为有着愤世嫉俗 不受缓束的个性 其他天神将我们视为异类 甚至借故关押囚禁 随着不满的累积 我们阿修罗与天神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 但是 敌我数量太过悬殊 我们伤亡惨重 仅剩九十九名族人得以幸福 在辽济与静一的带领下 我们乘坐飞船逃离天宫 终于来到凡间凡眼生息 我们就是传说中的阿修罗仙族 九十九鬼 尝一下吧 这都是我亲手准备的食物 希望你会喜欢 这是血 怎么不合你胃口 那尝尝别的 这一桌的美食 都是我为你特别准备的 你知道阿修罗和天神的仇恨 延续了上万年 只有猎杀天神能让我心情舒畅 我会让他们在心境最愉悦的时刻 睡觉死我 就凭你能做到吗 为什么 是一片空白 怎么了 你的样子不太好 是接受不了吗 这也是考验的一部分 不是每个阿修罗都应该痛恨天神的吗 我不知道 我连活着的天神都没见过 是吗 我这里正好有几个活的 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你要带我去哪儿了 到了 这就是你没有见过的天神 这些 难道不是天神的尸体吗 尸体 这些藏品 可是我的最爱 它们全都是活生生的冰雕 死不去 只能在这寒冰中绝望周长 感受着无尽的过去 这也是对我的考验 我的考验早就开始了 就这些 大方 别挣扎了 越挣扎 只会让冰斜得越快 那我就在冰封之前解决你 有可能吗 不会死在这里的 是吗 一定有打白色的方法 快就怪 你找错挑战的对象了 你就这样乖乖的变成冰雕 成为我宫殿的装饰品了 死光了 你等都是以下的修为 甚至无法看穿这可怕的一刀 你这个臭小子犯了住罪 你这是在公然挑衅和搅局 淘汰弱者 留下强者 不就是成人计的规则吗 认为我有罪的 就出来挑战我 赢了才有资格定我的罪 这小子太狂了 快上去教训他 教训他 死穴死瘤 死穴 我们一起作战吧 不休未干的小子 报上名来 铸铁部的有鱼和食穴 是一年前被摧毁的那个部落 有鱼 食穴 很好 那就送你去团聚吧 两刀 就杀死我一个一杠斗士 小小年纪 实力深不可测 是啊 实在不可思议 这些杀人不眨眼 太可怕了 快去通知我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 这种感觉真好 不要停下 再大声一点吧 还有谁 连战几天结业 所有挑战者都被杀死了 这小子简直是怪物 来真的好强 不过事情不会这么顺利吗 你便是有余 是我 我能不能亲自出手吧 我能不能出手吧 这小子弯了 还以为 会是个凶猛粗憾的家伙 不过 这小神区 深藏的杀气很大 这把树刀 原来 你就是去年 被辽济炉走的小孩 我 我也知道他 想起这些真令人不快 小鱼 让我摸摸你可以吗 让我摸摸一灯斗势 我生出你这样的混账儿子 爹 我只是想做个女生 还最硬 我打死你这不足之耻 我绝对不会欺负他 爹 娘 叔父们 你们看 以后我不再是男孩子了 好 好 你说 谁能这样 我感觉 重获新生了 赢了 你这是做什么 他回了 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你要杀了你的怪胎 怪胎 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愿而活 轮不到你滚 我 我觉得他们多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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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现在没有人能吃死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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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子 嗯 不是 绝情争我的这种感觉 不错吧 你 你是谁 一个可以让你破有成蝶的人 我不行 请 请放过 才十回就撑不住了 没用的废物 鹰 你是个自治极高的天才 只要坚持下去 你一定可以打败了计的 你 你吃死吧 小云 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要自由 没人能阻拦我 你坑过的死亡次数 信了那么多 斗神五感 真是个方便的东西 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彼此 王跟我一样 经历过死恋 没错 我们都是被命运遗弃的义类 满身怒火 所以 我做出裁决 你以阿修罗的正义为由杀人 无罪 竟然宣判着无罪 我 这么轻易就做出了判决 有余 我喜欢你 不过 我很好奇 能通过了解变态修炼的阿修罗 是怎样的 事宇就是被你害死的 我要替他报仇 不过如此 真可憐 真可憐 战斗的方式可不止一种 我的毒弓万中无一 怎么可能 除了我的毒液 清斋 尸毒者的血必能解脱 你的毒失效了 可恶 也不够如此 吁 厉害 这些毒液还能化为有心之物攻击 丑 要求算死 全不忍住 暗 由于你只是出路锋芒的心血 而我是神经百战的王 到此为止吧 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会认输的 我要打败你 傻瓜 刚才我只是跟你打个招呼 谁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的 你害死了石鱼 我要替他报仇 杀死你朋友的不是我 是他自己的选择 阿修罗的规则如此 强者生存 挫折 淘汰 你的朋友石鱼成就了你 你回报他的方式 就直动乱看人吗 我讨厌浪费自己本事的家伙 你尝试与我站在同一高度如何 王 竟然 阿修罗要出现新王吗 三王鼎立的局面要改变了 王的称号是打出来的 你先去跟其他两王打个招呼 用你的实力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 便可去中立地义士厅提出深意 记住战练绩就是一切 等你累积够战绩便自然会有追随者 成为新的阿修罗王 石鱼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以前总会给我很好的建议 有鱼 石鱼 我很想念你 没我在果然是不行的 说说看吧 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在跟谁说话 你说过 阿修罗太过看重战斗 反而谋杀了其他的可能 我们都经历过阿修罗残酷的现实 如果规则可以改变 也许我们的命运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他要改变阿修罗的规则吗 你愿意去尝试吗 如果不能改变规则 那就由我来制定新的 那就大胆地去做吧 我会支持你 鱼 接下来的路 可能会很艰难且孤独 但变成星星的我 会一直陪着你走下去的 石鱼 你不要走 刘鱼 只要你不把我忘记 我便一直活在你心里 石鱼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别太难过 我 我只是觉得 你好像需要一家安慰而已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那就先去会一会 其他的话 出现了 我遇见的第四位阿修罗王 他将会降临在苦王枯都之中 如你所遇见的 第四位王降临后 阿修罗将重返天界吗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 但这位新王会成为关键角色 当然 没有你也是不行的 王有兴趣会一会这位少年吗 若如命运所言 那我们必会相见 我倒是很想快点 见见这位年幼的王者呢 放开我 你们敢对天神如此不尽 会不得好 再吵闹就扒了你的皮 王 这些都是今天新抓到的天神 就你了 走 你们带我去哪儿 果然 肉要够新鲜才会可口 王可知道了 枯都成人寄生的事 怎么了 据说出现了一位 非常厉害的阿修罗少年 还没有挑战者能打败他 出生的猛虎吗 王对他有兴趣吗 那我们去打探一下 不用 会有人更心急的 去把剩下的肉都分了吧 来谢王的恩赐 大家 要更努力抓天神给我吃肉 我等为了王 一定会杀尽所有天神 很好